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是3月11号 星期六 又重新是我们这一次的会员直播 昨天大消息 有关中国沙特和伊朗所发表的联合声明 三方联合声明 然后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 两国将同意恢复双方的外交关系 恢复到2016年当时沙特和伊朗的外交关系 这是一个重磅消息 也可能是一个将会改变中东历史的一个消息 有些人可能会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 2016年之前他们就有邦交了 只是后来断交了 但是这个不一样 因为这个在背后不只是恢复邦交而已 而是沙特和伊朗 他们将会有迅尼派跟什叶派之间 他们会有某种程度的和解 也就是说两国之间 两大集团之间 伊斯兰世界两大中派 他们能够走在一起 只有两派携手合作 放下恩怨 这样子伊斯兰世界才能够得到发展 以前我有提过说 在回教世界有所谓的三强 一个是土耳其 另外一个是伊朗 再有一个是巴基斯坦 那沙特虽然富有 但是沙特好像不能够带领海湾国家 只是生产石油而已 没有办法带着阿拉伯世界的国家 能够走向繁荣 尤其是如果说在未来 石油的作为主要能源的重要性 降低之后 这些阿拉伯国家怎么办呢 需要有个出路 那至于伊朗很明显的被美国打压 美国的目的现在就是抓着沙特 以色列形成一个鸡脚之势 能够像两把利刃利剑之般的 能够刺进直向伊朗 所以一旦沙特和伊朗 他们关系能够和解之后 接下来的包括经济贸易发展建设 都会慢慢的走向繁荣 也就是说唯有沙特和伊朗 他们有了共识能够互相和解 这样子阿拉伯世界国家 阿拉伯人他们才有机会 摆脱过去只卖石油 这样的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 而且也唯有中国能够协助他们发展工业 沙特现在他不是有一个 搞一个沙特沙美公司吗 希望能够全方位的在石油链 产业链这方面不只是卖石油 包括了化学化工 包括了链油业 能够整合起来 那么伊朗也想发展这些工业 对不对 如果说只停留在卖石油 卖天然气 这样的话阿拉伯世界国家 没有前途的 所以这个整个就翻转了中东世界 当中东世界翻转了之后 会产生什么效应 那就表示中东世界的阿拉伯国家 他们不再是仰赖美国鼻息的 能够走出比较能够独立自主的道路出来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么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黄金走势 黄金走势现在就要看美元两个在互动 现在波动性还是存在 有关中国黄金的故事 其实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那一段时间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在增加黄金的储备 因为当时2008金融危机就有许多国家在抱怨 美元是一个大麻烦 但是你又甩不开 摆不脱美元 那么最好呢 那就是储备黄金嘛 从那时候起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的增加了黄金的储备 而中国那时候积极的在国内开发开采黄金 以至于有一段时期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 那么中国从这里开始慢慢的增加黄金 然后也从外向外采购黄金 最有名的一段故事就是 中国大妈买黄金跟着华街对干 因为美国不想要黄金涨价 所以他们想要压低黄金的价格 但是中国大妈觉得那时候黄金价格跌下来了 我们应该可以买大约在1600到1800每盎时之间 但是他们买了之后 可能高一点 大概在1800 170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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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他们一买之后 就等于华尔街就发掘了 所以当时有很多包括了台湾的分析师分析员 他们都不看到中国大妈 认为说中国大妈怎么可能能够跟华尔街的那些集团 对干对干呢 所以他们认为说 小心这会是一个落下来的刀子 Falling knife 这是华尔街的名言 可是中国大妈买了之后 黄金的确是跌了下来 跌了差不多100200美元 但是也没有跌多少 那么前一阵子 黄金不就回来了吗 当这几年这两年通合护杖起来的时候 黄金就回来了 中国大妈也就解套了 有个问题 有说美国吸取次贷为之的教训 这一次应该救银行 您怎么看呢 我用一种比较稍微悲观一点的说法 所有的人能够记取教训 那是指当问题发生之后 他比较能够有解决的办法 能够找到解决的路子 但并不是说 能不能可以避免同样的问题 能够重复发生 这就是一首比较悲观的说法了 因为人就是这样 有贪婪 有贪念 那像看这一次黑石 还有Silicon Valley Bank SVB 硅谷银行 他们叫做矽谷银行 就是因为他们拿到手中的钱 然后就拿去投资 因为钱多 很多人 包括了矽谷那些新创公司 他们拿到融资的钱 就传到矽谷银行 硅谷银行 再加上他们在外筹资农益 所以当时零利率 2020年 美联储把利息利率调低到零 所以资金很便宜 几乎不用钱 因为利息钱很低很低很低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钱集中起来 就大肆的带外面投资 那最好投资的是什么呢 债券 美联储就是明摆着告诉你 我要搞量化宽松 我要把利息降到最低 所以今天既然是利息是零 那么你就去借贷 你就去拿钱 然后你可以买我的债券 债券因为我低利率 而且这个债券不怕没人买 美联储一定会买 是不是 所以当美联储买的时候 这个价格就会高 你买了 它不会跌下来 另一方面你可以赚这个利息钱 所以很多华尔街又跟次贷危机那时候一样 那我比如说 我有10亿美元 那我买21的 我融资一下 我买21就是用杠杆操作 因为这是稳赚的 只是说当美联储他要升起的时候 那你就不应该就赶快 这个出托手中的资产 保守一点 但是很多银行都没有这样做 所以以至于到最后 当债券价格降低很多的时候 利率很高的时候 这个手中的资金成本变高了 然后再加上去年底 去年下半年不是科技业裁员吗 科技业一裁员 这个整个科技业的前景就受到压缩了 受到压缩之后 那么这些当初拿到融资资金的 不管是天使资金第几轮 本来是他们钱很多的 拿到钱不是困难 但最后当美联储升起的时候 钱资金成本变高了 所以手上的钱不够了 再要融资也更困难了 怎么办呢 就把存在硅谷银行的钱领出来 所以一些初创公司 他把钱领出来了 那领这批人领出来 下一批人又领 最后这个存款不够了 他流动性出问题了 这个跟case是同样的道理 也不过才五天六天前的事情 好 记得那一句话 也就是说 人类 你要人类能够记取历史的教训 非常困难 最多就是我知道有什么方法 可以更好的一堆 只是这样子而已 要不然人类历史就不会一直都重复 重复又重复 那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副重复 那些历史教训的一步 历史不断的再重复 美国金融危机的话 日本经济是不是会更惨 这个就很难说了 如果我们这样讲 如果美国真的出现了金融危机 那日本一定会惨 大家都会受到迫及 包括了中国 只是说或多或少 哪一个严重些 哪一个不是那么严重 只是这个差别而已 3月8号荷兰ASMO公司发表了公告 准备几个月之后 对中国完全限制高端芯片的设备的出口 这方面其实也是难以避免的 现在本来 本来这个 中国的芯片设备进口就已经受到限制了 尤其是高端的设备 那么目前中国解决的办法就是说 尽量把中低端的设备给解决了 那么 中低端的设备解决之后呢 那么以后的高端设备就再想办法 其实呢当你把中低端的设备解决之后 你要再往上发展 也比较容易一些 好 没有新的问题 那我就看一看 YouTube那边的平台 是有些问题 有人问 中国促进俄乌和谈 如果城市 是否会给美国的一个机会 在乌克兰全胜而退 因此能够集中力量在台海挑起战争 如果有这个可能 中国为什么要处谈呢 这个问题有意思 我们这样说好了 俄和谈不容易 我们 北京提出这个说法 其实是站在一个制高点 因为现在是所有的全球的主要经济体 没有北京 中国一个国家提出了和平谈判 用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 没有其他的国家这样做 所以北京这一次 他站在了一个制高点 本身 这个就具备了意义 至于俄乌和谈 能不能谈得成 不见得是北京说了算 不见得是中国说了算 你要看俄罗斯 看美国 看欧洲 主要是看美国了 美国如果他觉得不划算 不认输 继续打 那就一直打下去 但是这个对中国有什么损失 有任何损伤吗 没有吗 如果你要和谈 和谈的话 那么要看谈判的结果是什么样 是不是说 俄罗斯可以拿下乌冬师弟 乌克兰 用不认认乌冬师弟 加上克里米亚 从此归属于俄罗斯 这些都有得谈的了 但是谈判 也不是说今年 有人预测 今年夏天会谈判 但是并不是 今年夏天 夏天一旦谈判的话 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 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对于中国来讲 他提出了这个 和平谈判的方式 用政治解决的方式 这是对的 那么会不会影响自身的权益呢 以至于让美国能够全身而退 然后转头过来对付中国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容易的 好 请问比亚迪 比亚迪可不可以 成长成丰田那样的企业 要多久的时间 我应该这样说吧 完全有可能 不过 他的前提是 中国的市场有多大 如果中国的市场够大 比亚迪 他能够在中国占据的主要市场 那么一点都不成问题 对不对 所以绝对有可能 我这样讲一个故事好了 我这个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来讲台湾的一些公司的发展故事 1990年代初期 台湾的电脑公司 个人电脑公司 Personal Computer PC 有一家很有名的 就是宏基 其实应该念宏基 对吧 大家都读宏基 那宏基当时 他是台湾第一大 所以他想要跑到海外去发展 第一个他想到美国 但是到美国发展不容易 他曾经在美国买了一家公司 叫做惠智 在1990年代初期 但是买下来之后 不是水土不服 而是消化不良 他买美国的公司 他们说 最近都是道听途说 他们就讲 惠智的一些公司的高管 办公室要很大 办公室要很昂贵 买到很贵的沙发椅 或者说那些座椅 其实这都不是什么事 最主要的是 双方的文化不合 文化不合 你就很难管理了 很难管理 就会有很多的浪费 以至于宏基 他在绘制的身上 赔了很多钱 后来宏基又跑到欧洲去发展 他请了一个很有名的 美国的一个专业的经理人 在管理欧洲的事务 他做起来了 但是依我当时的看法 我当时年纪还轻 要强调这一点 开玩笑的 1990年代初期 我当时听到宏基 想要跑到美国 还有欧洲发展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里会有个问题 就像下围棋一样 下围棋我们都说 先站脚 再站边 然后再逐入中原 往中间发展 到中原去打天下 那么宏基他往美国 往欧洲去 为什么不往中国跑呢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那时候也有可能 在中国发展会受到一些限制 不过也不是 不能不是说 完全不能够在中国发展 总之我觉得宏基那时候 方向有一点错误 有一个网友他说 我们在节目里头的字幕 不要用罗马字幕 罗马字幕来代替中文字 好比说 杀的正天想 杀法 那其实我们不是故意的 而是因为说 我们要通过YouTube 或者说通过一些国内的 一些审查 所以我们就把杀这个字 使这个字 改成英文字母S 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是不得以为之 所以请大家 见谅包含 不是故意的 还有个问题 很有意思 他说 美国拜登 想要毁灭台湾 请问 中国应该如何保护台湾 地区 不会被美国毁灭 其实这个主动权 不是在中国的身上 除非说中国立刻 进行统一 统一谈判 或者说谈判不成 那就武力统一 这个主动权 在美国的手里 就像乌克兰一样 主动权在美国人的手里 不在中国手里 只是说 台海战争会不会打 主动权在中国手里 不是美国 但是你说 美国如果要毁灭台湾计划 这个主动权不在中国手里 所以这个 就很难有比较好的方式 好 我们再看看 微信这边 还有更多的问题 感谢东山度赞赏 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 货币贬值 如何分散投资呢 去东南亚 还是去欧洲 一提到这个分散投资的问题 我觉得 因为现在经济不确定 所以最主要是说 现金为王 你保留一些现金 而不是说去强调 去哪里投资 当你要保留一些现金的时候 就现金为王的时候 您可以考虑 分散一些货币 好比说美元 人民币 欧元日元等等 那当然你要选择一些 主要经济体的货币 不过呢 还是建议您 人民币 美元这是天下两大 经济强国 那么 如果你要分散投资的话 当然分散风险的话 当然这两个你要考虑一下 还有就是说 因为现在 不确定性很高了 如果说金融危机真的来了 那么美元会不会贬值呢 也很难讲 如果说金融危机来了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你持有欧元日元 还不如持有美元 反正都很烂 那你选一个比较不烂的 所以美元到底会不会跌 也不见得 只是说 如果长期的趋势来看的话 美元可能会有些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